最新影片都在好傍晚YouTube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 打开小铃铛哦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 最近我上电视节目有一个 有一个腰带喜欢用名牌 那什么LV或是什么H的那种腰带的那一个人 他就买了一个厨房很难用的房子 因为我看他的平面图就是 刚才讲说以后呢你一定不会煮饭 他说对我本来就不煮饭 我太太也不煮饭 我女朋友也不煮饭 所以我们以后不再煮饭 但是呢你要想 投资投资投资 最后房子一定会绕到自助客手上 这个投资的circle才会结束 不然你永远在投资客手上就没有在住嘛 那就是一磅接一磅 那一磅接到一磅之后一定会掉下去 或是最后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 十年二十年还是空的 最后一磅一定会在自助客手上 那自助客手上 这个房子如果是很难住的话呢 自助客就会嫌弃 所以像这种厨房很难用的 以后就很容易被嫌弃 因为呢 五万肺炎之后 大家都喜欢在家里吃饭 在家里煮饭 这个你不用再反驳了 就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就是 连外卖都不愿意送之后 你自己 自己去买回来煮 或是你自己去买它 做好了然后带走 这样哦 因为有些社区开始不喜欢 胖达或是那个UberEat 送到你家了 因为他觉得这些 外商人员身上很容易染菌 各个社区都跑 有一点危险 所以他开始不喜欢这些人进到你家 懂吗 所以开始五万肺炎之后 大家回归到有厨房这件事情 你的格局就必须要厨房好用 这个房子以后才不会被嫌弃 知道哦 那像这种 你看 这我曾经讲过这一个平面读 就是这个他的厨房是一个开放室 所以他的四周八方通通都是油烟 你家一定不太煮饭 然后你看 主卧室的床头第一排居然是炉灶 所以床头旁边就是瓦斯炉这种 这种这么ㄎㄧㄤ的设计 这就会被嫌弃 而且他的样品屋呢 这还是透明玻璃 真的是炉火第一排 那他的冰箱放哪里 我们那时候研究过了老半天 冰箱找不到位置放 所以冰箱最后是放在沙发上吗 不知道那你这个厨房是没有冰箱 你的厨房煮什么 你连咖啡都没得煮 因为牛奶要冰啊 或是你用下柜 可是下柜式的冰箱 这都没得用放啊 所以这属于一个很难用的厨房 你必须要重新整理格局 才可能好好用 像这样子的格局就会被嫌弃 知道哦 所以有些房子到后来 为什么到了城屋之后 房子完工之后呢 没有人要买 大家闲来闲去 原因就在这里 知道哦 我要教你这种 有些房子是被嫌弃的 好 像这个房子也是一样 这是厨房 厨房呢 好 这是冰箱 感觉OK对不对 可是这是厕所 所以你是马桶的第一排 在这边煮饭 你想到就嫌弃 然后冰箱在这里 马桶在这里 冰的菜很容易就坏掉 所以这个格局本来就是一个 不利于煮饭的地方 那既然不利于煮饭 为什么要买它呢 大家就会比如说不小心买了一下 然后觉得难住 然后就卖掉 卖掉之后呢 下一个人就觉得很漂亮要买 买了之后发现难住又卖掉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设计 怎么整天都在卖房子啊 这个格局怎么整天都在卖房子啊 就是它出现了一个厨房难用的 所以千万不要再犯这个错误 不要买到 这种厨房难用的房子 这个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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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